大家好,我是爱折腾的老高 本期咱们折腾一下 拆解装插神器 电动精修螺丝刀的体验 首先开个箱 话说这货是从距离最近的小米仓库发出来的 原本预期可能五六天才能收到货 结果第二天收到了 让我惊喜了一碗 包装箱内填的有空气气囊 能起到减震保护的作用 感觉这货分量不清 颠了颠 米家电动精修螺丝刀 根据之前玩电动螺丝刀的经验 对这货的预期 心理预期不会很高 它的扭力应该不会很大 也就是应付一些小的数码产品 拆装的时候更方便一些 之前玩的那个大电动螺丝刀 实在是不方便 首先一根充电线 本体还有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上简单的充电口 按钮 还有以及收纳箱怎么开启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个Type-C插口的充电线 我们用USB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我们打开本体看看 磨砂铝合金材质的外壳 下面有个封条 按压开仓 进食儿童接触 手动扭力最大是3牛米 也就是说必要的时候 可能要手动辅助一下 它有两档 一档是0.05牛米 二档是0.2牛米 一会我们拧螺丝试试哈 好 我们弹开这个仓 感觉分量还可以 不是特别重 我们看一下这个螺丝刀充电口 这个Type-C的母口 这个底座可以旋转来调档位 声音不大 因为扭力不大 这电机转动的声音也不大 我们看这P头是磁吸的 量一下 加长的P头是4.5厘米左右 然后短的这个P头是2.7厘米左右 好 我们撑下重 整体是367克 这是老高原来一直玩了很多年的 南奇的这个螺丝刀 穿手动的268克 他俩相当的 这个南奇还是挺好用的 跟随了老高多年啊 也是S2材质的P头 螺丝刀加P头 大约是71.6克 裸的螺丝刀 约是67.4克 我们看米加这一款 裸的螺丝刀是62.2克 嗯 加一个同样的P头 65.8克 它俩相当的 一个是手动的 一个是电动的 然后这个 VX的这个 也是老高今年新天的玩具 听这个声音 明显的这个扭力要大很多 裸螺丝刀是260克 这一个哥和弟弟的差别 分量不一样 这个P头的直径也是差很大 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哈 我们看一下同心度的对比 这个小米这个明显的是左右摇摆啊 同心度比较差 这样的话就是拧螺丝的时候 容易打偏和造成螺丝的磨损 造成滑丝之类的 看这个VX式的还是可以的 没法跟这个高档的这个电钻什么的相比啊 但是一般的电动螺丝刀 这个通心度已经算很高了 我们拆台小机器 我们试试这个力导 感觉还可以 比这个纯手拧要轻松不少 发现这个瓷锡差点事啊 上面写着P头接触此处5秒钟完成冲瓷 好冲上瓷了 经过老高实验这个加瓷很快 消瓷也很快 而且这个盒里面少 感觉少一个收纳拆下来的螺丝的地方 P头这个地方 收纳P头的地方是有瓷的 然后加瓷的这个地方也是有瓷的 其他地方都是无瓷的 顶部和底部都不适合收纳螺丝 小米这个设计有待改进 因为现在基本上主流的电动螺丝刀 都会送一个瓷锡板用来收纳 我们再把螺丝上上 感觉还是挺顺畅的 包括刚才拆卸南桥散热片 可以应付没有问题 我们把螺丝再拧上 拧的还是平整的 好我们换一个小的P头 然后换这个小显示器 我们试试啊 感觉有点吃力 按一下转一下停一下 再按再转一下再停一下 感觉这个扭力是不足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是一档 0.05牛米 我们把它转到二档 也就是0.2牛米 马上顺畅了 感觉日常应付这些小的数码产品 路由器 笔记本 都没问题 好我们总结一下 米家这款电动精修螺丝刀 小巧设计不错 方便收纳和携带 分量适中 与常见的手动小螺丝刀相当 两档扭力调节 满足数码产品 如笔记本 小主机 路由器盒子 配件等等的轻度使用 四充电方便 USB充电头即可充电 有待改进的地方 第一 缺少拆卸螺丝收纳 像磁锡板或者荷尔等 二 主打精修 同心度有待提高 离精修二字还是有距离的 三 如果前端有一个照亮的小灯LED 那会更完美 对于工作 四 这个披头 磁吸力度偏小 加磁快 但是消磁也快 剩下的耐用程度 还有售后服务 我们有待长期使用后 才能体会了 总之呢 这个狭不掩鱼 老高决定把这款电动螺丝 留下自用了 以后的拆机工具 多一元小将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我们下期再见